第35題,小明測量下列數據 1.使用電子天瓶測量橡皮擦的質量為15.2公克 2.使用碼表測量橡皮擦由四樓教室靜止落下到一樓地板所花的時間為1.72秒 3.上網查台北地區的重力加速度值為9.79公尺每秒每秒 4.使用排水法測量橡皮擦體積為7.20立方公分 則它可經由哪些做法求得四樓教室的高度 那我們的做法1跟做法4是求的是體積跟質量 這是算密度的 而我們的做法2跟做法3 我們有看到我們的初速 有看到我們的時間 有看到我們的加速度 那我們就代S等V0t加1分1at平方 就可以求出來我們的距離 也就是這體裡的四樓的教室高度是多少 所以呢我們要用的是第二個跟第三個的方法 第35題問我們說 則它可經由哪些做法求得四樓教室的高度 我們答案選擇是B2 3 指數。 …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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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